请敲锐 台南市长黄伟哲带着农业团队 跟超商业者合作 到台中推销台南优质芒果 我们一年前来台中 也是推广我们的这个芒果 但一年来一年不见 事实上我又胖了五公斤以上 所以说西装也很穿不下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农产品 农特产品太好吃了 受到疫情冲击 各行各业都惨兮兮 但台南爱闻芒果 销量却是逆成长 我们今年的芒果外销 到目前为止547吨 把日本去年增加了 将近8%左右 逆市成长的不止台南芒果 根据农委会统计 去年5月的芒果外销 有938公吨 价值394万美元 今年更大幅成长 高达1170公吨 价值449万美元 多汁甜美 更被形容为 夏日红爆时的爱闻芒果 更是台湾民众的最爱 爱闻的啊 我喜欢吃爱闻的 它很香啊 很好吃这样 酸酸甜甜的嘛 对对 而且看那个外表很漂亮 西鲜芒果 人人爱 台南的优质农产品 可不止这样 麻豆农会 这大概去年开始 我们就推了这一支 那个门药片额 但还有就是我们今天 来特别做一个 柚子的和风沾酱 也是推广的很好的一支产品 台南不但是小吃之都 更是农业重镇 黄卫哲再度扮演最佳推销员 让台南在地农产品 征服全台民众的心 环运新闻洪世成 黄佩涵台中报导